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学生时代在宿舍里大笑说八卦 是很多人难忘的青春回忆 但如果遇到格格不入的室友 可就痛苦了 为了真少摩擦 南京理工大学传媒学院出奇招 把学生按照星座来分宿舍 我是水瓶座 然后我发现我们宿舍 好像四个都是不同星座的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有趣的事情 应该可以更快的融洽 像宇宙吗 应该跟比较符合的星座在一块就相关 你进去就不要什么样的星座 处理吧 校方首度对169位星生 采取量身定做的分房方式 按照个人习惯 是否早睡早起 及学习规划 毕业后计划等方向分宿舍 要是同等条件下 还分不出来 就参考星座特性决定 有学生支持校方按星座分宿舍 但也有人批评 大学应该是最科学的地方 则不能依赖星座分类 网友开玩笑说 把处理座放一起 房间一定整洁度报表 射手座投寝室 到时候都没人住 不论如何 校方为了满足学生需求 还真是用心良苦 记者综合报道